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很簡單當然我們可以說 有時間去大自然裏面 我們除了鞋子在草地 或者在樹林之間行走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當然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這裡這裡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去家裡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包括了有些很簡單的一張床墊 你只是好像一張床墊 剛才醫生也提過 去到加拿大的時候 都可以攜帶 鋪在床面上 每一晚一定會睡覺 一定會休息的時候 就可以做到這個治療 不需要每天繁忙之餘 要花時間走去交往的地方 還有一些就是一塊 一塊墊 可以在你上班的時候 在辦公室或房間 在地上 你的腳趾也可以 或者放在你的電腦 因為現在大部分人的工作 都不離電腦 可以放在這裡 你接觸到 已經可以接受到 接地器的治療 剛才提到的 接地器產品 可以在我們六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 陸創意的地址 是在銅鑼灣 炸甸街五十四號 富城商業大廈二樓 我們的聯絡電話 是二八八二四八四八 開放的時間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十點至晚上七點 星期六 是上午十點至下午的五點 歡迎大家到來參觀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 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 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 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 可以享受到 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你好 Dellen你好 大家好 近來我們聽到 有些坊間提到 有一個名詞 或一種新療法 叫Irving 接地器 袁先生 其實接地器是甚麼 接地器 其實可以這樣說 是一種很古代流傳方 來的一種療法 但也可以說是 是現代的新發現 簡單來說 在生活中 我們的身體 經常和大地表面的自然能量 互相銜接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你就處於一種叫做 捷地的狀態 我們英文叫做 Earthing Earth 就是地球 又叫做 Grounding 就是接觸地球 我們都知道 我們腳下的泥土 是供應我們的食物和飲水 令我們能夠維持生命 其實大地 亦都提供我們一些 坐、站、行路、奔跑、游泳、奔跑、玩 那些 都是在平面那方面 但是另外一種東西 我們都從來沒有想過 原來地球裡面 是有一種神奇的治癒力量 簡單來說 我們可以考慮一下 我們歷史上 過去千年、萬年都好 發生過其實很多災難 譬如有一些熱症、黑死病 整個歐洲三分之的人口沒有了 我亦都有流感 當時的流感 1917、18年三波的流感 大概估計死了七千萬人 地球上有很多災難 但是結果最終地球都可以清洗它 你記住 這些病不是我們真的知道 當時知道的治療方法 其實我們都是不知道的 今天流感 都沒有有效的方法 不是吃蚊蚊蚊 其實那些是沒有什麼用的 你應該看到 自自然而言 是不論發生什麼事 其實這些大災難 最後都自己會康復 即是會平息 所以其實那個 為什麼會這樣發生呢 這個現象 我們怎麼解釋呢 現在已經開始 最近開始發現到 其實原來我們的地球 是有這種治癒的能力 即是我們的地球的力量 是供應地球上面所有的生物 給它一種治癒的力量加進去 所以最終地球表面所有生物 不准怎樣發生什麼災難 什麼問題都好 其實結果都搞定的 如果我們能夠經常接觸這個地點 我們可以用地球自然地 去排除我們體內的電荷 防止身體慢性發炎 所以這個是一個保健效果非常之高 因為幾乎所有的慢性病 包括老化相關的疾病 和老化過程 都是和慢性發炎是息息相關的 你或者會問一下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住在地球表面 每個人都是 沒錯 我們的確都住在地球上面 但大部份人 其實已經和大地沒有什麼接觸 在歷史上絕大部份的時間 我們人類都和大地保持一種直接的接觸 我們的皮膚一直和大地相觸 我們會赤腳走路 我們會躺在地上 無論什麼何時何刻 我們的身體都會充滿地頭接觸 所帶來的治癒的力量 但今時今日不同了 今時今日大部份人 都是和大地絕緣的狀態之下 生活和工作的 我們腳踏的通常是 人造質料的絕緣的鞋底 走在鋪了地毯的屋裡 睡在睡在地面的床 其實我們的生活 其實都不再跟地面相接觸 甚至可以這樣說 有些時候我們的生活 是遠離地面的高樓裡面的生活 工作其實根本絕小絕小會赤腳去走路 也對 相關以前的時候 都不會有那麼多的高樓大廈 相比起如果住得高層一點的時候 就更加遠離地球 地面的力量就更加遠一些 於是我們的身體長期處於 不自然的發炎狀態 不管大人或小孩也好 免疫系統的失調和發炎相關的疾病 是日益增加的 這些與發炎和不自然發展有關 但一直以來都沒有人重視 即是我們自己都不知道 我們已經失去電荷的根源 即是大電的表面 這種是從古遠以來 一直保護我們一種消炎的機制 難怪多了 現今的人士越來越文明 越來越科技的時候 但相對人的疾病 就多數在發炎那裡出現了 其實是什麼疾病呢 其實最終最終都是一種嚴正 OK 好了 這個資料最近有一本很好的書 我都叫病人自己 有時間自己去買這本書去看看 這本書的作者很有趣 他是何時開始 無意之間發現這個問題呢 這個作者是一位叫做 一位叫做克林特歐伯 克林特歐伯 他1993年 當時他49歲 他事業成功 覺得自己在世界的頂點 但是他出生一般般地 他在農場長大 從小就要趕牛 摘稻草的生活 夏天的時間 就經常查著腳走來走去 經常那些 成排排的甜菜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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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十幾歲的時候呢 他爸爸死了 死於一個白血病 那麼留下的寡母和六個十元仔 就是獨自應付農場的畜生那些 那些需要 那麼他身為一個長子的克林特 就沒有辦法了 他就停止上學 就照顧農場了 但是到了一九六零年代初期呢 他就開始離開了農場呢 就輾轉是進入了一些有線電視的產業 那麼當時呢 有線電視是剛剛剛剛開始的 那他在當時呢 他自己住的社區裡面呢 電視台通常只有兩個頻道而已 一個是政治偏左 一個偏右 那麼得到的資訊呢 都是非常之 就是很偏略的 那麼他呢 看得出這方面的 就是有線電視的發展的未來 那麼他於是乎呢 就投入這個產業了 那麼就也都設計了很多些 就是行銷的活動呢 將有線電視成功帶入那個 那個Montana 就是他的地方呢 他的家裡裡面 那麼他經常自己 親自爬電桿啊 轉地毯啊 轉石啊 摺埋那些地盤 以及拉電線的 那麼將所有的 就是有線電視的 系統呢 安裝很多個家裡的 那麼他最後呢 被一間公司呢 僱用了 那麼這間公司呢 就擔任了全國行銷總監 那麼這間公司 那麼這間公司很快成為 美國的第一間 是第一的有線電視的 那麼最後呢 就被AT&D呢 就收購了的 那麼 那麼 但是1972年呢 他就自己創業了 那麼當然呢 他的背景在有線電視的 開發啦 那麼所以一切 是有關無線電視和微波遵訊的服務 那麼結果他那間公司呢 就成為美國 一間有線電視行銷安裝公司 是遍佈全美國的 幾十年來呢 是為了數百萬家的家庭 安裝有線電視的 所以他當時是一個非常之成功的 那麼他自己呢 在哥羅拉多州呢 就擁有一個五千尺平方尺的山頂的住屋 可以三百六十度看細 丹佛市和洛杉磯的山脈 那麼家裏面呢 佈滿了所有藝術品 能夠有錢買到的東西呢 他都有的了 嗯 非常之成功 生意非常之成功的人 是 但是呢 到了1993年呢 他的美好的生活呢 就急轉直下了 那麼原來當時呢 克林特呢 就因為他的牙齒牙根 就是那些wood canal 是 他搞這個治療呢 就引發了肝臟嚴重、濃重 嗯 我和大家也談過了 其實牙周病呢 是 那個導牙根呢 其實一個是 就是很大風險的牙科手術來的 那麼他又因為當時做這些 這樣的手術 是 總而呢 那麼引發了肝臟嚴重、濃重 80%的肝臟呢 遭到嚴重的損傷 那麼感染散播全身 所有器官都出現異常的 那麼 那麼醫生就告訴你呢 你的生存的希望都是很渺茫的 那麼但是呢 當時呢 就另外一位年輕的醫生說 他還可以有一線希望的 那麼他呢 就嘗試呢 用一種當時的新的實現的手術呢 是 就將大部分壞死的肝臟撤除了他 那麼但他也都告訴你呢 不要有那麼大希望的 那麼但這個是唯一的機會 如果你不做呢 他可能都會死的了 那麼他就同意了 那麼手術之後呢 他就在醫院度過了28天的痛苦的復程 康復的過程 嗯 很不容易才出院 他慢慢慢慢重拾健康 那麼也都足足化了三到四個月的時間呢 才有辦法 去逛街九條路 但是很神奇呢 他九個月之後呢 他的肝臟呢 就掌握原來的大小難 我們知道呢 我這個身體的肝臟的康復能力是很厲害的 是 他當時百分之八十是切割了的 是 但結果呢 在九個月之後呢 是全部生分出來的 嗯 經過一次這樣的經驗呢 他突然之間就醒起來了 他突然之間覺得呢 這個天比平時更加藍 樹木又更加清綠 嗯 他從來都沒有留意這個警覺的 那麼他自己覺得重新檢討了 他過去呢 他根本呢 都不知道曾經擁有這些這麼漂亮的豪宅 那個堆積如山的財富的 而是只不過給這些物質去擁有他的 是 那麼他得了這個這樣的醒覺呢 他就想 就說其實我這麼多年來呢 是我只不過 將自己打造成為這個財產的奴隸而已 那麼他就說 我決定呢 要讓自己自由了 走一些物質以外的東西 彌補自己 那麼他說呢 我再不想過這些生活 我亦都要做另外一個 就是另外一個 過另外一種的有意思的生活 那麼他就打電話給那些子女 因為他們都大了 離開了 那麼他呢 我預備呢 就把這間祖屋賣掉 那麼你們各個回來家 家裡有什麼需要的 你們大家通通拿走去 要不然我就會送走 那麼我想到 就是死女翻身 這個人呢 結果呢 就作出了決定 那麼他結果呢 就買了一間那些RV Recreation 那些露營車 那麼就 擺了幾個基本的東西 那麼他就開始 在開著露營車 在美國各地 漫遊的生活 去尋找自己的使命 那麼他去到那裡呢 他跟那些子女 那些雙主 探探他們 那麼他去到那裡就停下 那麼這個南美的地方大 是可以這樣做 可以做這件事 就是擺了一輛RV的車 去到那裡 那麼就逗留一段時間 都挺過癮的 那麼香港現在很多人都是的 就是退休之後呢 都是去旅行 是是是是 坐遊船 去那裡 那麼其實香港人都 很多時候的人 就是淋淋去退休呢 都是就是試試這些 這樣的生活的 嗯 好 那麼我們聽了 袁醫生剛剛 就是一個關於小小的摺地氣的問題 就是那個的發生 那些事情 那麼我們這一節時間 就差不多 一會兒我們回來 繼續我們今天的 自然療法與你 那麼那個題目呢 是講的是摺地氣 一會兒見 H-E-A-L-I-N-G-DOT-COM-DOT-H-K H-E-A-L-I-N-G-DOT-COM-DOT-H-K 阿余醫生 休息之前呢 我們就你就講過 哈林特先生呢 經過一個死女逃生的過程之中呢 就展開自己人生另外的一個旅程了 那麻煩你跟我們再繼續介紹一下 那個旅程呢 還有怎樣可以連接到 就是被他發現到這個摺地氣 這一樣東西 那他就是買了一架那些露營車 全美國的漫游 那就是監視者搞了四年了 那到一九九七年有一次晚上呢 他就來到佛羅里達州的Kilago 那時候已經開始感覺到很焦慮 就是很不耐發 其實那麼久沒有什麼事發生 也都沒有什麼新的生命的目標出現了 他望望大海就問上天 可不可以給他一些指引 因為他知道呢 其實有些人在等著他 嗯 那麼他就回到露營車呢 他就回到露營車呢 他的腦海中呢 突然就跳出了幾個字 那麼馬上就寫了一張紙那裡 那麼他有一種的 他就寫了一種的 當一般相反的能量 那麼他就寫了這個字 就是腦海中呈現這個資料 那麼就有一個這樣的字 那麼他就說呢 成為相反的能量呢 是就代表外面給一些裡面的刺激 讓他們動起來 或者吸收不同的能量 那麼anyway 他沒有什麼所謂 我已經心急到呢 可以出去找一些刺激的東西 那麼第二句話呢 他突然之間呢 保持原狀就是敵人 那麼他自己都不明白 為什麼會寫這件事呢 那麼他知道呢 他自己是什麼都沒有做的 其實保持了原狀的 那麼突然之間這句話呢 就跑了出來 那麼他很奇怪 其實突然之間 腦海中出現這些 那麼奇怪的想法呢 那麼 那麼 似乎地球想說一些 說一些東西給他知道的 那麼 那麼似乎呢 他就把露營車 就開了去 即是開到洛杉磯 剛剛從後來 molto明顯 其實整個環 KA 可能在同時的 当时美景很漂亮,吸引了他 也让他回想到他小时候的蒙大拿下的乡间 当然他至少熟悉印第安南原居民的文化 他说,我可能要留在这里,直至找到我需要找的东西 他在那里担了近两年 Sadonna是很多人去的,很多艺术家 他人在那边过日子 他认识当地很多艺术家,艺囊里面的老板 也有时找些东西做 有时帮那些画囊设计艺术的灯光 但是他真真正正的灯泡 在1998年,某天突然起来 他领略到什么呢? 他当天坐在公园一张长凳 看看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在他面前走过 因为实际上是一个很出名的游客区 但不知道为什么呢? 他不知不觉就把注意力 集中在这些人脚出着穿的鞋 他看到很多人穿的厚厚的橡胶 或者塑胶底的跑步鞋 当然了,游客多数都是 其实他自己也是这样的 他突然间就冒出一种 好像无关重要的念头 他说这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内 其实都跟地面 即我们脚踏的那个 大地表面的电荷 其实是绝缘了 是 他开始看到 每个人都交底 很明显是绝缘 是 他就说 即开始想到静电 他就想到绝缘的状态 和健康会不会有关系呢? 你记住 他的背景是做有线电视 当时他招募是帮人安装电线 还有电线 有些电线很多要处理的问题 所谓的噪音 即是雪花 所以我们就 其实这是不同的各式各样的电池干扰 有时好像我们开车经过电纜 生机会突然间有些噪音 即是因为他从事了这么久 在他的范畴里面 就会想到他们做的事 就要做很多绝缘的工作 是的 跟电线有关的 因为他要先接驳地线 一向有这种工作 突然间看到这种灵感 那些人都穿着膠底鞋 很明显跟地面的电隔了 大家都认识什么叫静电 光静电 香港最近的天气就很干燥 是的 你间中也会有机会 一变到金属的东西就啪啪啪 尤其是地毯的家庭 拆了之后 有机会有这样的静电 在外国是很普通的 很普通的 整天都是被静电 他就很有趣 因为他以前的工作就是这样的 他就觉得 咦? 他可以常常穿这些膠鞋 塑膠鞋 绝缘的鞋 他对健康是否有不良的影响呢? 他以前做了些手术 都是后遗症 因为他背部 就是常常痛的 又睡得不好的 常常要吃那些止痛药 才能够睡觉的 而且醒了 都要吃那些药 才能够下床 咬一天 你也看到 虽然他是康复了 但他经常都是睡得不好 那个 那个 整天是痛的 他知道 他自己 就回去 去租住一个地方去工 因为他成两年 对不对? 所以他不只是煮路营车 他就买了一个 在福达计 即是Volkm 一种电位 測一下Voltage有多少 两方面 他很有趣 他就在上面Volkm 就截了一个50呎长的导线 把导线拉出客厅 插了地下一个简单的折地棒 即是离开屋里面 接着他就拿着福达计 在家里就走来走去 測一下 和地面绝缘的状态之下 身体自己产生了多少的电荷 其实要測一下自己身体的静点 很简单 因为他每行一步 身体的电荷量都不同 当然他发现是电磁场 也会影响他身体的电位 譬如走着一个桌灯的时候 他身体的电位一定会上升 离开一点点 电位又会下降 他在客厅和厨房 所有电器都重复这些实验 发现唯一不影响他身体的电位 只有冰箱和电脑的主机 因为这两个东西都是要截地的 冰箱一向都已经中了 因为他这些资讯的产业做了这么久 他立即了解 我们要将所有电器截地 才能够防止这些电磁场的干扰 这些东西大家都看到 在我们之前也有强调的 我们家里面其实很多电器 如果它是 即会发出一些电磁场波 这些电磁波 长期对我们健康是有不良的影响 所以我和大家过去都有提及 在家里睡房里 尽量就不会有那么多电器 尽量没有电视机 电脑被塞在睡房里 这些是远离我们睡觉的地方 就算有床头的灯 或者可以开高开低 光暗的那些灯 有电阻 其实电磁场波会多很多 所以尽量在自己的床附近 尽量少这些电器 好了 这个克林特 他试试试试 他在睡房里睡在床上 他发现身体的电位 测量很高 但是他发现 其实我们那个睡房 在公寓里面电流 是最会药的地方 他下了床後發現床內有很大堆的電纜 很多時候在床後面,電線拉到後面,你看不到 所以他開始懷疑電磁場影響他的睡眠 因為他經常睡得不好 他突然發現了這個關係 睡的地方,電位高了那麼多 他翌日去五金店買了一些暖氣管用的金屬性膠帶 把膠帶黏在床外,簡單的一格格做出來 接著就夾了一個鱷魚夾 將一條線帶進去,加上導線拉出窗外 接著他當時裝上的截地棒 接著他再睡在金屬膠帶造成的床褥上面 發現他的福特計的直線接近到零 代表他身體的電位和直線拉上地下差不多 這個表示,他跟外面的地線電位是一樣的 等於他餓在一個地下 於是他於是正經好一點的床 睡著了 醒來的時候,翌日早上 他就發現,咦? 我還拿著一個這樣的福特計 睡著了 忘記到食指通有 他說幾年來第一次好好睡覺 整天整晚都沒有 沉睡到連反身都沒有反身 哇!這麼神奇 他說有些事情發生了 但他也不了解 於是他再重複這件事 即是翌日又不食指通有辣 就去睡覺了 同時在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五晚都不斷地發生 他就很奇怪 一直就是這樣,可以熟睡 這麼多年來未試過可以一覺睡天亮熟睡的狀犯 是的,不痛 於是他就把這件事告訴這幾個朋友 大家做一下實驗好不好 他就在床上,把那些朋友用這些方法 是的 用那些有金屬的德梯 那些金屬的膠底做一些格子 把他切掉地氣 他說呢 他就是雙屬的人 很多人去Sadonna 很多人都是退休人士 可能有些慢性病 關節痛 當時他就想到 請他朋友幫忙做一些實驗 那結果呢 好,很有趣 其實他自己對心馬學一無所知 亦都知道神經肌肉如何運作 只不過他開始覺得 人體和有線電視其實有共通的地方 電視的那個電視攬 那個線裡面 有幾百個頻度的訊息是流動的 同樣地 人體也有數不清的神經 血管 以及其他那些傳導電流訊息的機制 他就在這裏想 我們如果把身體捷地 其實可以防止外來的噪音 就像他當時裝的地線的時候 即是說是環境中裡面的電流的干擾 這些噪音 其實就是環境電流的干擾 打亂了身體的回路 他就直覺地說了 他說小根大陸大地接觸 就算他人在睡房、辦公室 無論任何的地方 電流干擾和靜電 如果我們是處於一個捷地的狀態 就可以釋放這些干擾 即是等於他當時 他的朋友 他做那個幫電視台 有線電視 是裝這些這樣的捷地線 就令到電視台那些雪花沒有材 那個人開始就說 他覺得睡得好了 睡得好了之後 每個人都覺得健康好了 他接著 就為了六、七個人 就做了這件事 無一例外 個個都改善了睡眠 和減輕痛楚 當然這個結果令到他很興奮 一天被一天激動 即是他都不知道 他可能做了一些很重要的發言 他說事實已經發現了 我要真真正正深入研究才好 很精彩 這節時間我們又差不多了 待會我們再回來 繼續我們今天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接地氣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氣生命之源健康之全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歡迎回來第三節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回到我們今天的題目 接地氣 袁先生在休息之前 哈倫特請了幾位朋友幫他做這個實驗 果然出現了一些很神奇的效果 其實這些神奇的效果 是否真實 還是會引申到令到他有更重大的發現 當時他說 我要深入研究 你記住他說當時是1999年的 網路還是一個很新的 網路的世界沒有今天四通八達 所以在上面找,其實找不到什麼東西 現在找了什麼東西都找到 但當時是1999年,還沒得到的 他也去到阿里桑那州很多醫學圖書館走 也都一無所獲 但他只是找到一些相關的資料 就好像姓周志說以前美國原居民的傳說 你記得他小時候在莫丹娜州度過的少爺 他很多朋友是在印第安拿保留區的 他清楚記得有一次有個朋友的妹妹 患了一個嚴重的猩虹炎,病情非常危急 而他們的爺爺就在地上挖了一個大洞 把這個小女孩放在裡面 為了保暖,他就在洞旁邊起火 在那裡一直守留他好幾天 在這段時間,這個小女孩大部分時間都是分睡不醒的 但那幾天之後,她的病情很轉 那她有一天,有一次放學 她的朋友放學,聽見她媽媽 就叫她脫了一雙鞋 叫她脫鞋,她說這些環衣會你病的 那她的意思是,她當時聽得很奇怪 那她當時,雖然她當時 那個印第安拿原居民做的事 她當時都認為是正常的 和正常行為有些不同的 那為什麼叫她脫鞋呢 跟她說這些鞋是令你病的 結果她就不以為然了 那她再查一下,原來有些群組是一種叫做 推行赤腳生活的協會 那她就,那她認為呢 除了那些鞋呢,在自然的地方走路有很多好處的 那根據她們的切身經驗呢 那還有一些生物的力學的研究都顯示呢 她說我們腳和那個背部的問題呢 都很多時候因為穿鞋出導致的 那導致我們呢 是用不適合人體工學的方式行走和站立 那最明顯的位置,她說 她說光腳跑路呢 就是跑步,或者跑步呢 是因為穿了鞋呢 所以呢,就比脫腳走路更容易受傷 那她的研究發現,她說 脫腳跑步呢,關節受力較少 而且,腳沒有那麼容易呢 是發生呢,是觸底筋膜炎或者徑前的痛 那,但這個都不是她想找的 是呀,是呀 她想找很多關於靜電的放電 那,還有很多電腦零件或者晶片的處理 就是避免靜電受損 很多時候呢,電腦都是這樣的 就是一定要絕了緣 要不然一些靜電會影響電腦的運作 那,其實她想找的呢 就是,接觸,接地的狀態 睡覺呢,是不是有害 健康呢 那,即是她害怕 即是,我經常這樣做 是不是都會有害呢 是 但很多電機專家跟她說 她說,這是很安全的 其實呢,接地本來呢 是生物自古以來的最自然的狀態 反而我們現在呢,跟大地絕緣呢 這個才叫做不正常 是 所以呢,她就完全找不到 即是,確實的資料 可以佐證是損失,即是喪失接地的狀態 對境界有什麼影響 因為她是找不到的 一直都找不到的 那,好啦 那,因為當時是沒有人研究這件事 那就一頭無水,那怎麼辦呢 她當然也是一個門外看 是吧 可不可以找一些人做一些實實在在的實驗呢 當然,我們知道呢 她問了一個學者 她想做這些研究 她說,你知不知道 要完成真正的所謂科學研究 能夠公開的發表呢 起碼要五言 是五百萬元美金 即是,如果你的實研究可以完成 很多時候的研究 做到之後的人就退出了 就完成了 五百萬元美金去做 我跟大家分享過了 但是,她覺得 她都沒有因此而氣餒 她都自己去想想辦法 她聯絡一間電子業的製造 做絕緣的那些公司 訂了一些可以導電的纖維材料 將它黏在一塊一成兩呎的羊毛尖 方面 即是被那些壽司的人 躺在床上 直至躺在上面 她每一個墊都加些金屬扣 方便是 即是將這個墊折上道線 接著就 拔到睡房外的擠地棒 就完成這些這樣的 即是她做了一個 很初步的擠地的墊 嗯 好了 她就開始去找人士 然後她就找到一個髮廊的老闆娘 這樣就叫她試 她覺得不錯啊 睡得不錯啊 她就找她剪頭髮的那些常客來做實驗 她當時有十幾間美容院就發傳單 就找到一些其他資源的者 當時有一位護士自高奮勇 幫她忙了 她就聽她的 她說呢 我會把這個 帶入一些陌生人的家 解釋截地器的功用 裝上她的床 將她折到截地棒 那 當然 她結果呢 很可愛 她是為了 找到六十個人 安裝了截地的床褥 其中三十八人是女性 三十二人是男性 她們都有睡眠障礙的病 睡得不好的 以及各式各樣的關節 以及肌肉腫痛的症狀 那她就知道了 要研究呢 就要將志願者分成兩組 一本人呢 是躺在真正截地的床 那個箭上面 另一組是叫對照組 那就是她們睡的那個箭 好像是連了截地器 其實呢 其實她在上面加了一些隔片 就倒絕了那個電流的傳道 那當然志願者都不知道自己那張 那張箭是有沒有截地 那卡蘭達是唯一一樣東西的 好了 那這個研究了 那做了呢 護士幫她在維其三十裡面的 那實現裡面呢 和那個志願者互動 收集資料啊 那將她的結果呢 就成為寫成了觀察的研究 那很多人在2000年呢 發表了一個期刊 叫做ESD的期刊 那這個是什麼 其實是一張網絡的 網絡的期刊 那專門刊載一些 有關正電放電的文章 那些技術的文章 那新聞那書籍報道 那她得到的結果是相當之驚人的 那這個就是以下的報告 是 是 百分之八十五個人呢 是可以更快入睡 百分之九十三個人呢 就表示呢 晚上睡得更加好 百分之八十二的人呢 感覺呢 是肌肉僵緊到 即僵緊得到顯著的舒緩 百分之七十四的人呢 感覺到慢性背痛和關節炎呢 消失或者改善 所有人都表示呢 一覺醒來呢 覺得休息很充分的 百分之七十八的人呢 表示健康獲得改善 還有啊 有幾位志願者呢 改善的情況呢 出乎以外的 是 那個效果非常之顯著 比如好像氣喘 呼吸道的問題啊 雷風濕性的關節炎啊 高血壓啊 睡眠窒息症啊 經前症候群啊 那有個志願者表示呢 那臉的潮越的症狀都改善了 嘩 真的很驚人啊 這些這些的效果 在當時的情況之下 在那個資訊上面 不是那麼 好像現在那麼發達的時候 而可以得到這樣的效果啊 那他起碼做一個 即是接受得到 可以刊登刊立的實現咯 那他已經做了一個 一個當時的初步的研究了 那他有一次呢 他其中呢 有一位女志願者呢 他手掌和手背呢 患了嚴重影響動作的 類風濕關志願的 嗯 那行動不便啊 那他初初呢 那他呢 那他呢 因為他骨折太痛了 嚴重到呢 是 揸都揸不到 那怎麼辦呢 那那 那為了拿到的 測量的數據 那克林達呢 就在那個前臂呢 那貼了一個電極那些片 就像我們新電圖那些 那樣的膠 黑色那些那些 那些電極貼 那就再用那個 那個鱷魚劫呢 將那個貼呢 就連接在外面的截地棒的 那於是乎呢 他就 他就 於是乎呢 他就將那個鱷魚劫呢 折上拔一下 試一下 就是測一下他那個 到底身體那個截地 和微截地的電池的變化 那就為了他安裝那個截地 那他一直這樣 就是 克林達一直在那裡做 一直跟他聊 大概十幾分鐘呢 突然之間 那一個女士說呢 咦 我手臂的痛很多 那於是乎呢 他就要將那塊貼 折到另外一個手臂 過了幾分鐘之後呢 咦 另外手臂的痛都好了很多 就是說 十幾分鐘的事 ok 那接著呢 他離開了他家之後呢 他就 立刻聯絡了 他就知道有些 有些關節炎 有些痛症的朋友呢 就叫他安裝這個貼 拍了那個 是一個電極的貼片 連接了那個地線 材料 積極棒 咦 我可不可以 幫一下他們呢 改善這些 局部的痛症先 是吧 結果就驚人了 他每個人都會說呢 他實現 部位的痛症 是送出改善的 其中有幾人呢 將他說 他那套設備呢 叫做神奇止痛鐵片 那樣 他這個第一次發現呢 將身體局部絕地呢 都可以達到神奇快速的止痛效果 就等於呢 好像在火術火 一刀火那裡 是淋水下去 立刻搞定它 那樣 那一開始呢 那黑輪突然認為呢 咦 這個質疑的效果呢 是可能消除了身體的靜電 是吧 大家都知道 因為靜電很多人有經歷 他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咦 可能這個和靜電有關 那或者隔絕了環境的電磁場呢 對身體的影響了 那 那他就想試一下 他 到底這個對不對呢 那樣 那他所以呢 他每次去做實驗的時候呢 幫人安裝的時候呢 他一定擦驗他們那個 餓在床上的電位的 還有當裝前之後之後這樣 就是看一下那個電位有沒有分別的 嗯 那 那他當時呢 如果他找到那些人的電位特別高呢 他就 嗯 這個人的效果一定會很好的 那樣 那跟著呢 他有一天呢 就碰到有一位志願者 是65歲 65歲的老人家 他長期痛的 和困擾和睡眠的障礙 那但是他床呢 附近是沒有什麼電器的 那地板又是光滑滑的水泥地 測量的時候呢 他發現呢 因為老先生的地位 接近零哦 完全沒有任何的電荷 那你想一下 那這個志願者身上 大概都不會有什麼結果 是不是 那他已經好地地 和地那個 那個 起碼的電位一樣 就是之前那些志願者的 情況是完全很不同的 那樣 那最後呢 這個老人家回報結果呢 和那些其他的電位 就是身體電位偏光的人 一樣那麼好 那這個案例他發現 其實他觀察到呢 就是 就是 人體 就是 體驗到神奇療效呢 很可能和靜電其實是無關的 純粹是來自折電的 那這個可能性呢 讓他停了一步呢 他將所有有關的 就是和地球相關的東西呢 他都開始搞清楚一點 OK 那他學到了 就是他研究這方面 是 他說地球表面呢 總是帶著一些負電的 是 換句話來說呢 地球表面有大量的 游離電子 那這些電子呢 可以自動移動的 是抵消正電的 嗯 在自然界裡面呢 閃電呢就是負電 抵消正電的最好例子的 嗯 就是 閃電就是這樣 是 那 就是 是一個 正負傑相差得夠大的時候呢 就會 速電就出現閃電 那他就說呢 如果能夠幫人折地 可以減輕他們的慢性的痛楚呢 那 是不是代表 總統和正電相關呢 那 開始呢 他就為 處於那個 周圍電視場較低 或者 最近 零的人呢 重新再做實現呢 就只是 就是 就是這樣折地呢 就已經可以改善痛楚 那結果非常 結果非常一致的 那無論那個周圍的電視場 怎樣好呢 其實他都可以幫他減痛的 那他就發現到呢 慢性痛和發炎之間的關係呢 和電子所扮演是什麼角色 嗯 好 這一節時間我們就差不多了 待會再回來 繼續我們今天的自然療法語來 今天的題目就是 接地氣 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多 healthshop.com.hk 歡迎回來第四節的 原網台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回到我們今天的題目 是接地氣 袁醫生上一節的時候 我們看到 哈林鄧先生 做了一個這麼有趣的 試驗 即是跟他的朋友 發現到 原來 當然如果是有很大的電池影響 當然會影響到 我們的身體 睡眠的質素 痛症等等 原來發現 是零的電池腸影響的時候 而做了這個接地的方法之後 一樣有健康的改善 好像不是靜電 不是靜電 這麼簡單 他發表了這個研究報告之後 他是不是會繼續 再做一些更加有效的研究 當時他第一篇研究報告發表 在所謂環境電腸和健康風險的關係 就是在研究裡面 很多的醫療從業人員 引起了一種熱烈的討論 因為這是第一個 這是很久以前的 當時在南加州 有一個人叫做 莫里斯蓋利 摩里斯蓋利 摩里斯蓋利 他是一位退休的麻醉醫生 對電池腸研究相當感興趣 當克蘭達把這個研究報告給他聽之後 他開授認為這些是亂說的 但是他亦都希望 自己早點是證實你是初的 他說 只是接觸地 根本不可能達到他所講的效果 所以他自己設計一種先導性的研究 他怎樣呢 他決定是測量人體在 接觸地的狀況睡眠之後 24小時裡面的皮質唇 那個分泌的變化 就是一種荷爾蒙的 那個實現期間是幾個星期的 皮質唇 我們就叫做壓力荷爾蒙 當你煩惱 害怕緊張 體內的皮質素的濃度就會上升 從而刺激我治療神經系統的分系 交感神經系統 令到身體經常處於戒備的狀態 在需要的時間就可以打鬥或者逃跑 亦都所謂進入那個 就是戰或者逃的模式 Fight or flight 就是要是打要是走 直到戒備解除了壓力降低 皮質唇的濃度才會恢復正常 那麼生活如果受到普通事物 或者金錢 工作人際關係的問題 持續處於一種壓力的狀態 亦都會導致我們的皮質唇的濃度上升 如果遲遲不乾 會導致身體交感神經 過度興奮 在今時今日的社會 這個皮質唇長期濃度過高 是一種壓力的點營的標準 已經證實了很多健康的問題 譬如睡眠失調、高血壓、心血管疾病 免疫反應降低、自身免疫問題、情緒障礙 血糖濃度的失調的上述 都是因由壓力導致身體容易發炎 這是在醫學上已經知道的 他說克林特的第一份研究報告 是個主觀的 只要是受接受的人自己說出來 那倒是 很痛不痛 他現在要測驗體內特定物質的濃度 對絕地的生理影響做客觀的測試 這個在科學的嚴謹程度是大大進步了 為了一次研究 克林特就需要給上次更耐用的床子 因為他要睡幾個禮拜 設計一些更加堅固的床褥 足足可以鋪滿整張床 就是確保那些人接觸 不是,你摸去摸去摸不到 他們就招募了十二位受試的人 每個人都有些睡眠失調 腫痛 歷過大那些症象 他們在新的節地毯 睡了八個星期 八個星期,兩個月 實現初時 受試的人先在二十四思想裏面 每隔四個小時 就一次量皮質醇的濃度 於是在實現期間 日子到了四分之三度 再重複一次 維持二十四小時的測量 測量的方法是標準的 測量的妥液 用口水 用口水 當然在實現期間 受試的人每天都會回報自己的身體狀況 這篇研究在二零零四年 在一個替代補充醫學雜誌 Alternative Complementary Medicine 就說的 結論就相當重要 他說 在睡眠中節地 可以調整皮質醇的分泌 使其接近自然的調理 他做二十四小時的測量 早上八點鐘 濃度應該最高 早上八點鐘 半夜的時候 應該濃度最低 這是正常的調理 當然這是客觀的測試結果 另外一個就是主觀的報告 受試人都反映睡眠質素改善了 腫痛和壓力都減輕 最令人嚇驚 這些改善通常在設定睡眠之後 頭幾天就發生了 頭幾天就發生了 簡單的結論就是這樣 他說 除了兩個人之外 受試人的皮質醇的分泌曲線 全部變得更趨向自然的狀態 另外兩個人 有一個人的身體分泌本身已經很正常 十二個受試人裏面 有十一個人表示他們入睡的速度變快了 十二個受試人表示夜晚一刻醒的次數少了 由平均2.5次減為1.4次 不是完全沒有 減幅達44% 十二個受試人 九位人表示 感覺精神變好 疲勞改善 白天更有活力 另外三位人表示沒有特別的差別 原來的十一個人裏面 表示痛 總痛平時影響他入行生活的 有七個人表示情況改善 有四個人表示沒有什麼分別 十二個受試的人裏面 九個表示是壓力 感動壓力減輕 減少了焦慮 沮喪 異怒的情緒困擾 有兩個人說沒有什麼差異 但有一個人表示壓力變差了 七個有腸胃問題的受試裏面 六個人表示情況改善 六位以前有經前症候群 或者面潮熱症狀的女士中 有五個人表示症狀改善 有一個關節痛的人 那個是虧關節的 好像拿教關節痛的人 三個人都表示改善 三個有這個問題的人 三個都覺得是改善了的 最重要就是這樣的 在一個沒有壓力的人裏面 我們的皮質唇24小時 分泌曲線會遵循著所謂 一個預測的模式 即是半夜十二點鐘應該最低 打鬥時的狀態應該是最低 睡覺 到早上八點鐘是最高的 OK 在接地線曲線表顯示受試的人 通常是分泌周期差異很大的 即它的曲線可能不是很正常的 但是呢 濃度的穩定有差別 結果呢 有四個壽司的人 夜間那個皮質唇的濃度 原本呢 是高或者過高 實現之後呢 就降到呢 是減了成53.7%的 六位壽司的人呢 早上八點鐘的濃度呢 是平均提高了34.3%的 OK 那你一看到呢 這個是很客觀的 用身體荷爾蒙的測試呢 是發現呢 這個是真是一個很明顯的 是改善了的 是正常化的 好了 那還有呢 他發現另一件事呢 他在那個研究報告中沒有刊出來呢 他說呢 在壽司的人裏面呢 一百個人的身體的 褪黑激素的濃度上升 上升呢 是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十六之間的 有三個人呢 是那個濃度不變 一個人的濃度呢 降低了百分之六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褪黑激素是一個很重要的 荷爾蒙 現在大家有很多新的資料 褪黑激素去幫助調理那個睡眠 和其他生理的節奏 可以這樣說呢 是一種強效的抗氧化劑 直接有抗癌的功效的 嗯 OK 當然呢 我們一般人呢 都知道呢 褪黑激素和我們的睡眠 是很大關係的 是 那麼很多人呢 是有睡眠的問題呢 都會懂得呢 是用褪黑激素 來幫助他調理得更好的 那麼在 就在美國呢 已經起碼有成 有成七千多 七千萬人呢 是有睡眠的障礙的 睡得不好的 那麼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睡眠的問題很嚴重 在香港呢 很多年前 十幾年前 在報章呢 我們看到一份資料呢 香港呢 起碼有三十萬的人呢 是長期失眠的 不是普通的 是長期失眠的 是 可以看到呢 就是 他還有一件事呢 他說呢 在七零年代的早期呢 研究人已經發現了幾項行為 對那個現場壽命有關的 第一個行為呢 就是睡眠了 OK 睡眠不好呢 就會影響你的壽命的 那麼跟著運動啦 吃早餐啦 還有吃多一點零食啦 有過蟲啊 吸煙啊 那個熱制酒精的洩水量呢 都是相關的因素的 那麼最緊要呢 就是說呢 睡覺一下 跟我們的壽命的長壽 很大關係 睡眠不足呢 可以導致細菌生長啦 而充足的睡眠呢 可以抑制細菌喔 啊 啊 就是近期呢 研究發現了呢 剝奪睡眠呢 會減 就是會減少的量 就算不多呢 都會造成體內發炎啊 哇 這個才是重要啊 那他就算呢 晚上呢 只是小睡幾個小時呢 都會造成免疫系統攻擊 和健康組織 還有那個器官 那麼 其他的研究也都顯示呢 睡眠不足呢 是可以造成抑鬱症反覆發作 嗯 那透過這個 不斷地四處搜索的資料呢 那麼克林特呢 知道了呢 在1970年呢 有一個壓力支付的 叫做Han Sally 很出名的 我們個個讀書 都讀過這位的 這位的 醫學家的發明呢 那麼他都發現呢 他說呢 他說呢 現在呢 皮質醇分泌失調 和發炎造成的總統呢 是有關的 那麼現在很明顯呢 越來越清晰了 這個問題是 越來越清晰的了 嗯 那就是說呢 在這次的第二次那個研究裡面 用一個客觀性的研究裡面 採用那個 量度那些受試者的皮質醇裡面呢 就發現到呢 原來就我們有良好的睡眠 就會令到很多身體的 出現了毛病啊 炎症啊 甚至乎呢 是可以有那個的 身體的免疫能力啊 抗癌啊 那些的情況呢 都大大呢 是減低了下去的了 而怎樣可以睡得是好的呢 其實就是靠了那個 是接地的那個的方法 就 所有的所有的受試者呢 一用了這個接地的方法去睡眠呢 就可以做到有這個熟睡的功效了 嗯 好了 那麼呢 今天呢 多謝阿元醫生呢 幫我們分享了那個呢 那個呢 接地器那些的 怎樣 形成怎樣 研究到出來呢 都是要多得那位 克林特先生啦 他用他的經驗呢 就發現了這個 這個東西出來 但是其實呢 還有在這個臨床上面呢 都還有很多的研究啊 很多的資料呢 是可以呢 讓我們聽做知道的 關於那個接地器的了 那麼我們下星期呢 就再請袁醫生呢 再幫我們繼續呢 分享回呢 在臨床上面 使用這個接地器呢 可以幫到一些 病人在哪方面的問題 一些東西 好嗎 今天就多謝了 袁醫生今天跟我們分享先了 我們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呢 就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回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 做一個網上的回診 可以E-mail去 csat naturalhealing.com.hk 預約的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OK 今天麻煩你了 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